她是一个宠妻狂魔 她也是一个善人的继父 对我的孩子也是很好 她是在湖南买了两套房子 一头还是我给我前夫的儿子 她还是一个孝顺的女婿 她对我父母很高 我妈妈脾气再不好 她会忍让 可是这个堪称完美的男人 却突然对妻子暴力相向 她打了我 她说往死里打 不要往死里打 当时我杀了你都有这个心 而且还要和妻子离婚 我敢把她赶出去了 所有的财产都是归她 我今生出父 这一切的变化 都是因为妻子犯了一个错误 她一直在骗我们 没有给我真话嘛 那么妻子对丈夫到底有何欺骗 为什么她下跪认错 都无法求得丈夫的原谅 我也给她下跪 这个错不能原谅 到她这里过不去 今天在调解现场 妻子再次认错 当场道歉 这一次 她能获得丈夫的宽恕吗 丈夫究竟有什么心结 观察员为何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你是一个天使与魔鬼 于一身的男人 最终 他们是摒弃前嫌 握手言和 还是彻底分道扬镳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都是你的错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白燕怡 白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郭先生和蔡女士 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最近我跟我老公 发生了一些矛盾 她一直心里 这个结打不开 我想让她放下一个心结 我再给她复婚 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是吧 对 那郭先生呢 关于复婚这件事情 你的态度是 只要她打开我的心结 就有可能 这个心结就是一直划不开 就是她所做的事情 影响我的这个心结 郭先生和蔡女士 刚刚离婚三个多月 走到今天的地步 都是因为一个心结 那么这个打不开的心结 到底是因何而来呢 话说当初 郭先生和蔡女士 是二婚夫妻 郭先生放弃浙江老家的工作和生活 来到蔡女士的家乡 张家界定居 两人生育了一个儿子 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七年 去年八月份 郭先生回浙江老家看病 蔡女士留在张家界 看店照顾生意 有一天 远在浙江的郭先生 通过手机监控 看到了妻子的所作所为后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我们在湖南开了有个鞋垫 这个鞋垫我们都装着有监控的 因为我监控里面看到了 她在抖音卫星上 跟别人聊暧昧嘛 那时候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得给谁聊天 她说是没有 说我是迎山仪轨 查光又是查得那么紧 没有给她示范空间 蔡女士 当时是在干嘛呢 是在花信息 就是我在长沙 我就检查病我回去 我拍了一个抖音 我就画了一个 我说我今年 老是跟医院过不去了 我说可能今年过不了年了 我就这样说了一句 那个男的他就来私信我了 他说你怎么了 你哪里不好 我说我头疼 我眼睛看不见了 他就说那你是不是要钱 我来打一点钱给你 我说我没认识吗 他说不认识 他说我们以前也聊过 他说也是你的粉丝也聊过 就这样子聊了 后来我就给他就聊上了 当时我老公 他实在监控看到我了 他就跟我吵架了 对方也就是 跟你在抖音上有聊天 有私信 好像听过去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对吧 对 但是这个事 你是有所隐瞒的 我是隐瞒的 为什么要隐瞒呢 因为我老公的性格 我也知道 我要触碰他底下 我就是死路一条 我也知道 这样聊天就已经触碰了吗 对 那为什么还要去这么做 当时我的那个心情 出不来 反正我就是想找个人 说说话吧 我心里压力很大 我老公他经常不在家 他经常去住机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 我也看电 我还有一个智障的孩子 五岁 全不是我一个人在弄 一个人在成的 因为我生了一个 不健康的孩子 万一他不要我了 我怎么办 我确实很慌 他好像也不怎么 理解我那种苦 他不知道我过什么日子 他只要一点点事情 不随心 他就来闹到我 对于和网友聊天一事 蔡女士的理由是 因为他生的儿子不健康 心理压力过大 需要出口释放压抑的情绪 只是他没想到 丈夫会如此生气 为了保住家庭 他删掉那个抖音好友 并亲自去浙江 把丈夫接回来 为了避免今后 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两人做了个约定 自此郭先生和蔡女士 成了一对没有秘密的夫妻 平静地过着小日子 可好景不长 郭先生发现 妻子竟然学会了 消除痕迹 隐藏秘密 9月16号 他的手机 就在我们的收银台边上来充电 我就听见三个 我刚好坐在旁边 我就三手就拿出来看了 一开始私信 有个男的就是 抖音上就私信来了 那是另外一个男的 就是以后到我们镇上来了 就是要请他吃饭 那我就问他 我这个人是谁 你为什么要给别人私信呢 你这个私信为什么删除掉呢 他前面还有内容 不光是这一句 如果没有聊过的话 他不会说这个话 那么既然来说这个话的话 你应该是聊了一段时间了 不然一般的那么暮三的话 也不可能随意说这个话 是不是 当时我看到人确实紧张 那么我们就把店门关掉 我们到家里 家里确实吵架了 一进门他就跟我认错了 他说了就是跟别人私聊 仅仅是私聊 仅仅就这么一个私聊 但是我是很生气 我以前家里的事情 我能做主 但是我跟他过去 以他为中心 不管是说话做事 不然是他拿主意 我没有说话的权利的 过得很憋屈的那种 他应该小事的是这样 比如现在卖鞋子 来客人他去站起来卖 他找不到那个鞋码 他就会骂我 他说我鞋子摆得不归类 他就找不到 他就会说 什么事情都能说得出来的那种 我不敢跟他吵架 我也不敢跟他大成说话 我做人更小心翼翼 你小心翼翼的话 你不会小心到这么程度去 我自己感觉我很压抑 我就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我也知道这个错不能言了 到他这里过不去 把女的跟男的私聊的话 会聊出问题出来 只要是私聊就不行 我当时我确实不接受 他就我敢把他赶出去了 吵了后来是 我老妈她也来了 是我的妈妈 是丈母娘是吧 对 我老妈一来就问我怎么了 我说老妈你问他 不要问我 我老妈也很冲突 一看这个苗头就知道了 我老妈就给我认错了 我妈也给他下跪了 下跪了 下跪我不去受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去受呢 你做的事情 老妈有什么错吗 他当时是 不是我妈自己回来 是他打电话叫我妈回来的 他说你女儿做错事了 他说你回来把钥匙给我 因为我妈给我住在一起 他让我妈把钥匙给他 让我们自己出去 把我的衣服 全部扔出去了 扔到楼梯上去了 我妈就给他下跪了 他说他降临无法 他没把我教育好 一直给他承认错我 我也给他下跪 怎么样都不行 他就把我赶出去了 我就拧着箱子就走了 走了我就去我妹妹家 没待两个小时 他就问我在哪里 他说你想过你就回来 你不想过你就可以不回来 可是我又回来了 因为我是真心爱这个人的 可是我自己 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了 我不该给人家去聊这个天 后来我就跟那个男的 视频说 那个男的说 我们只是抖音上聊聊天 没见过面 他说也没聊过什么爱面 那个男的也跟他这样说 因为网友出面成亲 郭先生相信妻子 没有做出格的事情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 他心里不经犯嘀咕 妻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秘密呢 郭先生很不放心 他开始偷偷查探 寻找蛛丝马迹 我晚上睡觉了 他就起来拿我的手机 就全部查我的通话记录 所有的联系人 抖音里面的 所有那么几千个粉丝 一个一个地去拍下 去年十月份 一个被妻子 设置在黑名单里的号码 引起了郭先生的注意 因为这个地方号码 它是拦极掉了 今天一下子 打了七八个地方号码 再加一个短信 你怎么把我的手机号码 给设置了 你是拉黑掉了 那么这个被妻子 拉黑的人会是谁呢 当妻子给出答案后 为什么郭先生会暴跳如雷 那我就问他这个人是谁 他给我回答是 这个人是 就刚才没聊出个那个 是同一个人 我的心里想到 这两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人 平地有问题吗 我实在睡不着 我到早上三点多醒了 我就拿他的手机 我用这个号码 加微信加的 他这个微信 马上就一面上跳出来了 朋友圈一翻 跟抖音上撕了那个 完全是两样的 不一样的 那个人是永生的 一个人是棘手的 一个人是就好像搞工地一样的 一个人是可以饭地的 他们的朋友圈的空间都不一样啊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人呢 是不是 我就问他嘛 我说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是两个人嘛 他一开始问他他不承认啊 还不承认 死不承认反正是 后来要承认了嘛 我给过你多少机会呢 你自己说 最后蔡女士有没有告诉你啊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这个人就是 她说的是第一个聊的 她跟八月份那个 还在保持联系 跑过家还在联系 我自己感觉我很压抑 没有这么信任的 如果我是去我朋友那里玩 我要把大儿子带上 两个孩子带上 一个人不能单独出去的 我要是出去了 我肯定是去找哪一个人 去说话了 哪个男人去了 我就觉得很压抑吧 没有 这是他说的 我知道你到哪里去玩了 这个要让我知道 在家里过得压抑 我就想找个人说话 但是他说我 他说你为什么不找女人去亲书 你为什么要去找个男人去亲书 我知道我自己走了 我应该是去找个女人去亲书 他打了我 他是往死里打 不要往死里打 当时我发了你都有这个心 你把这个家折断是什么样子 手要打骨折了 我就走了 就找我妹妹去 出去我没带手机 我没带钱 他就拿我的手机 跟那个男人聊 他跟他聊 他说我想你了 他说你怎么不来看我 不是我聊的 我想你了 我只是聊个早上好 你那个男的就说了 你不是说你想我吗 一个月不联系我 一个月又不打个电话 一个月微信也没一条 他还说想我了 是那个男的去说出来的 后来他围了之后 我就问过他 我说你是不是说了 你想他了 我说这个话你也说得出口 我说你也太暧昧了 我又急评 可以看一下吗 蔡女士 在他那里 但是这个是我聊的 我知道是你 以蔡女士的名义聊的 对方说的 你还说想我 你想我 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对方问 今天有时间给我发信息 然后郭先生说 今天不忙 再说我老公干活去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 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 没有给我发一条信息 郭先生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方说的 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 也没有给我发一条信息 对 那个就是说 拉黑掉之后 这个18号发的 确实刚好有一个月嘛 就这个能不能够 至少证明一点 蔡女士在那之后 她确实没有主动 对对对 这个我承认 你怎么看 对方说的这些话 好好的一个家 搞得这个样子 为什么要再比较聊天 要曖昧 我也给他解释过 没有说过 你爱我 我爱你的这种 这种意义也没有过 最多就算想 你就算出掉了吧 不能证实了嘛 是不是 谁知道呢 只是你一个人就说了嘛 我怎么说 他也不相信 从吵架之后 他一直在骗我嘛 没有给我真话嘛 一开始就给我真话了 我可能还会相信 你一直都在骗我 我拿什么来相信他 我跟我老公没吵架之前 他来过店里 来过店门口 他没进我店 他开车过 他就看了我一眼 他就走了 他来干嘛 他说他来看我的 我没给他打招呼 肯定会不舒服嘛 你已经聊到这个 那么这种话 都想你 那么暧昧地出来了 他已经到了 到了你这个爹就见面了 肯定嘛 或者是约会 我这是什么 肯定会 我肯定是这样想嘛 你认为不那么单纯 是 对 也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 路过了 见了个面就走了 对 因为这句话都是他说的 因为我没办法真实 这一次 不管妻子如何认错 郭先生都不肯原谅 他认定 妻子就是欺骗了他 背叛了他 他对妻子恨得牙痒痒 哪怕妻子写保证书 也无济于事 我给他写个保证书 他说保证书没有用 他过不了这个卡 只有离婚证 是对他是最好的包袱 我给他离婚了 他可以放下所有的刑件 所有的财产都是归他 我精神祝福 我只要我那个智障的孩子 他说的条件我都答应他 去年年底 郭先生和蔡女士离了婚 为了方便照顾儿子 郭先生和蔡女士离婚不离家 虽然事情已离婚结束 但是争吱却从未停止 您的调节继续进行 离了一会儿跟以前是一样的 每天晚上会吵 吵到他疲惫为止 每天晚上没停过 因为那次来 我带了我自己的牙刷 自己的插脸的 我就没带他的 他的牙刷没有那个牙套 我说可以到这里来 向厂子买 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就问我 你为什么不给我带 把车就开回去了 说不来了 不来调节 我说我们两个就调节一下 这在哪里 老师们会给我们指出 我们以后会怎么做 所以想一想 他又来了 你牙刷你带了 我的牙刷也在那里 那你就把我的牙刷也带了 两个牙刷一起拿 牙套的话 你可以装个塑料袋 这说明就是他心里 不考虑我的 心里没有你 对呀 花照片也是这样 他的花照片在那里放着 他就装袋子拿了 我以前都是插大宝的 就放在那里 就不给我拿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希望我要 事事为他为中心 什么事要都 对他要考虑做的周前 他要放到第一位 他心里可能就会叹色一点 他就说我心里没有他 就知道 昨天晚上也是一样 昨天晚上回去是为什么 因为那个黄卡 我们头天做过 中午要刷过卡 他就一直在那里按 门打不开 我说可能要去激活一下 他就下面去激活了 回来就收了 你是宾馆住多了吗 你怎么知道要激活 他说 又吵了一个晚上 如果说以前 我不会那么敏感 我现在是 实在是没有办法 小心他 他现在是很敏感 所有的一点小事 他都能提到上面去 你知道你现在要怎么做 他那个劫才能打得开吗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这个心情还窄 其实他比的什么都好 不是这个事情出来 其实我们两个人 其实确实是好 你们再婚事多少年了 七年 我每天回家 他在早天上做饭 我会背后抱一下 或者在盒子上 会去亲他一下 很甜蜜的 很舒服那种感觉 他有个女儿 我有个儿子 都像自己亲生一样 他确实相处得很好 老业夫死了 在医院也好 在家里也好 感到我老业夫 走了之为止 生病到去世 都是你料理的 对 这个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你的父母 我当自己的父母一样 他对我父母很好 对我的孩子也是很好 我妈妈脾气再不好 他会忍让 我孩子再怎么不好 他会去教他怎么做 他是在湖南 买了两套房子 一套是我们自己住 一套还是我 给我前夫的儿子 我前夫他没有房子 他说就留给他一套 他对我好 不管是情人节 生日 他都会买礼物 他会送话 买好多经济给我 对我关心 也确实是真的 是表面上 是看得是很幸福 他是前一分钟 可以对你很好 可以把你捧在手心里 但是他那个脾气 一上来了 他不管你是谁 他不管你有多少人 他会让你难堪 也会让你难过 一般他吵 我不肯生 我就想到忍让 从结尾到现在 我对他一直都是忍让 在蔡女士的口中 郭先生是一个好丈夫 好继父 好女婿 可是这样一个 做得面面俱到的好人 却有着极为暴躁的一面 他发起脾气来 经常令蔡女士胆战心惊 这也正是他感到压抑的 主要原因 而对于郭先生来说 曾经越是幸福 如今越是痛苦 他如此介怀妻子和网友聊天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他觉得妻子在走老路 谈到这一点 蔡女士觉得 有必要从头说起 据他说 当初他和郭先生 也是在网上认识的 我跟郭先生聊天 就是没你 那时候我跟我前夫 已经是很多年不在一起了 经济不来往 什么都不来往 我在我前夫那里 得不到的幸福感 他都会给我 他会关心我 我在床里面上班 我感冒了 他会跑过来 给你药送过来 他会每天给你炒 好吃的菜给你送过来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他都会给我 我就觉得我自己 就找到对的人 我们也是像现在网络 聊天嘛在聊嘛 对我的感觉是相当好的 但是他毕竟没有离婚啊 他还在婚姻当中啊 对 那你没想过这个事 会不会有点 这个当初没想到 那个时候你自己 是什么状态 是离婚了吗 还是 我也没离婚 你也没离婚 对 但是没有那种 实质性的那种呢 要了一年之后 我们才结婚的嘛 用你今天的话来说 那是底线啊 那是不能触碰的底线 在你看来 没有私信聊天这一说的 那都会出问题的 其实那个时候 我跟我前夫啊 早就是没有感情 我的分音呢 那个时候呢 反正也不幸福 聊聊天也好 其实我一直在 纠结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第三者插足了 才导致他婚姻破裂 我说如果你不给我结婚 跟你前妻的话 你们只有一个孩子 儿子那个孩子很健康 肯定很幸福 比我现在幸福 我都一直在问他 他说不是的 他说他前妻是婚内出轨的 他就对这个很接地 我的前妻啊 跟彼得男的搞在一起了嘛 其实第一次 我还是原谅的 但是他还有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三次 我们就暂时离婚掉了 你觉得这个 会对你跟他的这种 相处产生影响 你觉得有吗 我们结婚的时候啊 我们两个人 就是做下去 明确说过的 只要不给彼得 两个人搞反外情 说碰过这个底线 其他的都可以 就你们两个之间 必须要完全透明 对 他现在跟彼得聊天的话 他就说不出那份寂寞嘛 同舟老路嘛 这犯同一个错误 我一直认为 自己错了 我要当成功人 我明明要给他说是对不起了 对不起老公 我错了 其实我的内心我也知道 他确实想 想回来好好过日子 但是我很敏感的 他一触碰到这种事情来 我那个神经我绷进去 当初郭先生的前妻 背叛了她 给她留下了阴影 如今 他认为蔡女士 也背叛了她 哪怕蔡女士一再认错 她也难以原谅 现在 郭先生想离开蔡女士 却放不下这段感情 他想和蔡女士重新开始 又跨不过去 心里的那道坎儿 面对秋吉的郭先生 和自责的蔡女士 观察员们会给出 什么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蔡女士 你可能在生活中 情绪会低落 每次争吵会不开心 孩子这个样子 对你造成一些压力 我能理解 你为什么会找陌生人聊天 可能我觉得 家世不好去跟别人说 找一个陌生人的话 我可以畅所欲言 我所顾忌 但是你为什么是找 陌生的异性去聊天 因为同性不会哄你开心啊 异性可能会表扬上你 是让他关心你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的灰色的生活中 多了一点色彩 给我心里找了点慰藉感 但是你非常的清楚 你们这段的婚姻 就是在基于上段婚姻的 网络聊天中所产生的 你也非常清楚 郭先生的前妻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产生 你为什么还踩他的红线和雷区 女方卑微唯唯诺诺 不敢多说我退让 男方趾高气昂 精神上的控制 要以我的话为中心点 这是不平等的 婚姻不应该是平等的吗 我们应该更加的富有 同理心的去跟对方去沟通 发脾气没有用 我们要用真诚为前提 平和为基础 耐心为过程 这样的一个循环 才能使得你们二位 在沟通中 能信息对等的交换 而不是我们不在一个频率上 郭先生 你把你们婚姻的责任 全部的推到了他的身上 不断地打压他 你只看到了自己的好 但是没有反思 在这个关系当中 为什么这样的缺乏安全感 你说到 你的前妻也是婚内出轨 你跟你的妻子之间 现在的也叫前妻 也是通过网络聊天认识 所以说你对她是有所怀疑的 旁边的这个女人 她跟你前妻不是同一个人 不要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她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她是卑微 你看 当你们离婚的时候 她只要孩子 什么财产全部归你 第二 她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她用了一个词叫 小心翼翼 然后她就犯了你说的那种 那个错误 这个我们当然觉得是不对的 比如说她去找别的异性去聊天 她觉得这种聊天是没有压力的 所以她通过这种方式去释放 而你对待她犯错误的方式 你去宣泄 通她发脾气 然后把她推出去 把她赶出去 把她衣服扔出去 你不是去反思自己 是不是我对她关系不够 沟通不够 理解不够 也不是去包容 参与时 郭先生 民发典里面是明确规定的 夫妻之间 是有各自生活 学习 工作的一个自由 这个自由就是 你可以去进行你的社交活动 你可以交朋友 另外一方是不得去限制的 郭先生 你的妻子 发发朋友圈 跟粉丝聊聊天 这个也是她的自由 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你老婆的抖音 你也可以给她点点赞 或者你跟她一起拍拍抖音 分享你们的生活 去增加夫妻之间的感情 而不是说在上面 找一个宣泄平台 去找各种陌生人去聊 去宣泄 法律是道德最低的底线 蔡女士 有这种苗头的时候 你对你的丈夫 确实不够忠诚 也就是我民发典婚姻片里面 也规定了 夫妻双方应当忠诚 但是忠诚跟隐私 是有冲突的 我们每个人 都有隐私权 这个隐私权是绝对权 忠诚权是相对权 那么意味着 当隐私权跟忠诚权 相冲突的时候 我们是要有取舍的 你也应该大大方 承认错误 而不是说 我去隐瞒 越隐瞒 你的丈夫会想得越多 郭先生呢 碰到了婚姻中 对方有过错 你选择了什么方式呢 打人 这个是不对的 你要面对过错 去解决问题 你打人 反而在里面 还犯了一个错 轻的公安给你告诫 重的 你犯的是 故意伤害罪 那么我们如何 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用了一种什么方式 逃避 我解决不了 那我们就离婚 哪个离婚证 放在这里 我心里舒服 逃避有用吗 你们发现 逃避没有用 你们就要面对 你们的未来 双方都有 各自社交的自由 但是保留你们 道德的底线 不要再犯 婚姻中 常犯的错误 未来你们 还有很多路要走 千万不要 一犯错 就相互抛弃 郭先生 你是一个天使与魔鬼 于一身的男人 你全情投入这段感情 你会对女方的老人孩子 都给予善待关爱 非常难得 但是魔鬼的一面是什么 当妻子暧昧聊天之后 你会暴跳如雷 对他大打出手 你会对他进行 无休止的精神折磨 和对自己的自我折磨 你说其实你对他很好 你所认为的美满幸福 恐怕 真的是你一厢情愿地以为 甚至只是虚假繁荣 这个女人内心是匮乏的 是缺爱的 她内心荒芜长草 她有需要 你看见了吗 你给予了吗 并没有 你忽略了精神层面 和她的深度交流 你无法想象一个母亲 在面对孩子出现 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她内心的崩溃绝望 你无法去感受 她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掏空了自己 去照顾孩子的点点滴滴 那种绝望 那种痛苦 在琐碎的点滴当中 你又分担了多少 你又温暖了她多少 所以她才会去抖音的聊天上 去喘息一会儿 去释放一会儿 我知道她方式不对 但是你忽略自己的责任 我看到的是她哭肿的眼睛 和满满的欠疚 溃意 她已经卑微到尘埃里了 我相信经过这一次 她一定会吸取经验教训 她一定不会再去触碰到你的底线 在你们各自之前的婚姻关系 处理的一团糟的时候 都是骑驴找马 你跟你前夫已经那么多年 既没经济往来 也没情感往来 但是都依然没有让你在法律上结束 同样 先生您 刚才主持人张晏老师在问您说 那你还没离婚 你怎么就跟他聊 这个你怎么看 你说哎呀不幸福聊聊也挺好 就是我不幸福的时候 我认为聊一聊就挺好 就能聊出安慰 聊出快乐 所以当我去看到我身边的人 他在去聊天的时候 有两个问题就出现了 一个问题就是 他在外面能聊出好来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硬币的另一面 是因为在婚姻当中 我没能够让他很好 你对自己不信任 你认为你不值得拥有很好的 因为你遇到的女人都不是好女人 你就会出现一种 我特别想要幸福的关系 但是我又不敢相信我还能获得 哪怕办了离婚证 你也不能放弃 哪怕你不放弃死死地抓住 但你也不能好好过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种心理状态的一个冲突导致的结果 蔡女士 有一句话你刚才说的特别的让人心酸 你说因为我生了一个不健康的孩子 所以我对不起他 所以我有很大的愧疚感 你知道生育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情 都是夫妻两个人共同的基因造成的 但是你认为这是你的错误 你对自己有特别强烈的谴责 所以你刚才说 如果他跟他前妻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他的日子一定能过得很幸福很轻松 所以你是一个罪人 你是一个犯错者 那你怎么值得拥有美好的婚姻 你看到的就是他对你的嫌弃 因为你嫌弃你自己了 你处理你情感压抑的恐惧的这种方式 找一个人安慰一下 那种安慰是太虚幻了 他在满怀欣喜地争了这个小儿子 结果发现是一个脑瘫的孩子 他的恐惧 他的自责 他的愧疚 他的无助 这些现在你没有想 所以当我们自我审视 自己的不足 同时能够稍稍地体谅一下 我们身边人的无力 这篇才有可能翻下去 光看着别人的不足和我的无助 那这篇永远都翻不过去 调解员认为 郭先生只有读懂蔡女士内心的想法 理解到蔡女士的无助和不安 才能真正打开心结 那么郭先生能明白吗 蔡女士复婚的愿望又能否实现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密室中蔡女士表示 她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希望郭先生能原谅她 给她一次复婚的机会 而另一边的郭先生 对于复婚非常犹豫 因为他心里的那个结还没有解开 过往的种种依然萦绕在脑海中 郭先生觉得 她和蔡女士之间已经丧失信任 对此观察员朱永卓指出 他们俩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肯定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就是你觉得是很舒服的 但是她觉得是不舒服的 但是你没有看到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 她就要另外去找出口 那么如果她心里的心里 真的是那种办法 她可以明确地给我说出来 她不敢 她怕你 她说了一句话 死路一条 她想到了死路一条 她对你怕到什么程度 尤其是碰到这条底线 她不敢 她有些心里话不敢跟你说 然后加上这件事情以后 就相当于有个把柄在你手上 更不敢去说 并不是刻意地隐瞒 实际上她是害怕失去 因为她生的孩子有问题 她很怕你会抛弃 朱永卓希望郭先生 能够明白妻子的感受 而密室中 观察员武运 则指出了蔡女士的问题 我们要有自律 不必要去招惹一些什么 你是贪恋了 对 就贪恋那种虚幻的感觉 说明你内心也是比较寂寞空虚的 你不要总是想着去和异性 去聊天 去释放 你要去自己去耕耘你的心田 你可以去读书 社交 旅游 你可以去放松 你有很多种方式 甚至可以健身等等很多 找你的兴趣爱好 听了武运的建议 蔡女士愿意尝试去拓展生活圈子 丰富生活内容 但是他最害怕的却是郭先生的火爆脾气 我只要来一句话 不对他的口 马上站起来一句话片 他给我吵架的时候 我是没想活 后来我想过 我有个自账的孩子 我必须要坚持地活着 所以我就一直卑微地活着 他说什么 他骂什么 不肯定我说 你很卑微 你太在意这段感情 其实你活得并不是 真正发自内心的幸福 他有强势 霸道 这种不对等 以后你会很压抑 很痛苦 吴运告诉蔡女士 如果她一直卑微地生活 不但自己痛苦不堪 而且两人也无法走远 两人必须平等相待 另一边 朱永卓也提醒郭先生 一再地发脾气 一味地打压 对他们之间的感情 伤害非常大 当你不断地打压这个人的话 这个人就会觉得 确实是我的问题 他如果天天这么内疚的话 会出现很极端的结果 会承受不了的 因为他把你看得非常地重 这个我感觉得重 我知道那个脾气 它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 但是当我发脾气的时候 我能有个觉察 我对他会有多大的伤害 有什么事情 我能不能不发脾气地跟他说 就是即便你解决不了 但是我要把我的心里话跟你讲 然后同时我也希望 你把你的心里话跟我讲 这样的沟通方式 就是一个共同解决的方式 他一直想跟我交流 因为我想到那个问题 就一直在排斥这个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我身上 我没有认真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对 郭先生慢慢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谈到目前离婚不离家的现状 他开始为蔡女士担心起来 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离婚不离家 我说你的风险很高的 她的风险确实很高 你给我买鞋子 就当时白干嘛 你就给我打工 工作反正是 所以说你还是考虑 他的今后的生活现实问题 对 你刚刚说那句话 我觉得你是蛮有责任和担当 你离婚不离家 说明你对这个家还是很眷恋 是 因为这个离婚的时间并不长 你们没有一个离婚的冷静期 这段时间相当于我们的一个 离婚的冷静期 以前的事情过去就过去 不管是情感上 还是生活上两个人共同抗 后面你们的沟通模式改善的话 我建议你们 还是可以考虑复婚的 这种最终可能 那么最终 郭先生能否放下过往 郭先生和蔡女婿 又能否顺利复婚呢 从秘史出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一下二位 有什么想法 这个人爱转牛角间 而且一转出不来 这个应该是我最大的一个缺点 得改善自己的错误 也可以说是 给彼此一个这个机会 对于复婚你的考虑是 可以复婚 可以 我在这里我跟我老公 说的对不起 我真的很珍惜自己这个家 真的 对不起 我想好好给你给我感受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对不起 我们继续过去 如果你们能够真的 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和看到对方身上的一些 闪光的东西 和无助的东西的话 你们未来的生活 一定会有改变的 好 我们今晚条件也送给你们二位 一份甜蜜的礼物 好 是面包 真材实料送给二位 是 谢谢 节目的最后 郭先生打开了心结 决定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其实 很多时候 当我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不能一味地归咎于对方 而要多找找自身的原因 多看看对方的不义 只有彼此理解 相互体谅 才能共同走向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